现在先来看一下这个 剪鸡蛋先 所以剪鸡蛋很简单就是油 然后呢 啊现在我们就用那个manual 就是除了有我们里面的那个食谱 你其实也是可以用manual mode来煮的 就是你不一定要煮我们里面的机器的食谱 好像你有自己很喜欢煮的菜 你也可以用我们的这个manual食谱来 manual的这个方法来煮的 所以现在我就示范给你看怎样用这个manual的这个方式来煮 所以呢它其实很安全就是刚才我讲的 如果你现在这样子走 它其实是不能完全不能启动的 OK它是很安全的 然后呢 你就只需要把它盖起来 然后呢 我们先热油 两分钟 啊 这个 OK 这两分钟呢 我们就让它热这个油 因为等下我们要煎鸡蛋 就其实可以跟你的传统的那个方式其实是一样 但是唯一的一个很好呢 就是 刚才我们的锅是湿的吗 所以平时如果你的锅是湿的时候 你放油下去会怎么办 然后你整个厨房就完蛋了 你等下就要用一个小时来抹地 但是现在呢 我们的油在里面呢 你就不用怕因为它其实是不会special你到处都是 其实你煮完东西过后呢 它还是会很干净的 当 用户拿到他们机器的时候呢 你们也是可以把自己的那个食谱 啊 自己上载 然后under你自己的用户 因为每一个Touch的用户呢 都有username跟一个password的 就是我们会create一个username跟password给你 然后你就可以 用你自己的这个username upload你自己的食谱上去 然后呢 啊 这个很好玩的 就是你有了你的食谱过后呢 好像啊 我今天upload了一个很好吃的 我妈妈 很厉害煮的酸辣菜 很好吃的 然后呢 我要分享给我的一个JB的朋友 然后呢 我只需要把这个食谱 upload上去under我 chamilom的名字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讲 我讲 你去找我的这个食谱 我们煮的酸辣菜是超级无敌好吃的 你就去跟猪猪肉就可以 我朋友可能他就可以在下面 comment 这个食谱真的很好吃 因为很多人就讲 你们随随便便的人都可以up上去 这样不受食谱很不刮的地吗 对不对 当然我们是很贴心的 当然我们也是会有 啊 注意到这一点 所有的用户当你在试的那个食谱下面呢 你都可以留言 跟打分 就是给星星 我们最满是五颗星 啊然后我们的公司也是有一组的那个 recipe developer 来监控这些食谱的 OK 然后热油了过后呢 我们就把鸡蛋 放下去 就是大概打发 就平时 你煎鸡蛋一样 听到鸡蛋 听得到吗 听得到声音吗 听到跟我讲一下 可能我的麦 OK 然后呢我们需要另外一个一分钟半 来煮这个 煎这个鸡蛋 就让他在里面自己煎 OK 就是我们看到哦如果哎 最近这样的人来这个食谱收藏这个食谱 连你favorite这个食谱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哇 啊 好了有人问讲过你这个touch呢他的用电量是多少 时间吗 哇 吓死了 我们的煎蛋 刚才我的工作人员准备太多油给我了是吗 变炸蛋了 我的是很漂亮来看一下 哇这个蛋 真的是只有touch才煎得出来 我跟你讲 看到吗 有吗 有没有看到 倒出来 非常的漂亮 好这个是零食追加的一道菜来的 然后那个锅子呢等一下给他们看那个锅子的里面 我尽量不要把那个油 改我的工作人员 他可能太瘦了没有他可能看到Adam太瘦了啦 给他吃肥一点 这个是炸蛋了 哇这个炸蛋配哪些人吗一流啊 哇你看我们的 有人讲好像很有walk hay 是 不是好像 不是好像是真的很有walk hay 就是帮我来说是